评论内容里面的评论时间的格式 我们可以用一下多久以前这种时间格式来显示 比如在三分钟以前,一天以前等等 这个时间的格式我们可以去用一下moment.js来处理一下 打开moment.js.com这个网站 我们可以先去下载一下moment.js 复制一下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 回到我们的小程序的项目 在项目的下面可以新建一个文件 把它放在wonder下面的moment这个目录的下面 名字可以是moment.js 把复制的内容粘贴到这个文件里面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个本地的语言包 在moment.js.com这个网站上面 我们可以去下载完整版的语言包 或者我们也可以只下载某一种语言的语言包 在moment.js的Github仓库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打开这个项目的仓库 在local这个目录的下面 可以找到想要使用的语言包的名字 比如说简体中文应该是 dh-cn 打开这个文件 复制一下文件里面的内容 回到项目 在wondermoment的下面 我们可以再去新建一个文件 把它放在local这个目录的下面 注意这个目录的关系非常重要 这个local一定要在moment这个目录的下面 文件的名字可以是dh-cn.js 再把复制的代码粘贴到这个文件里面